PV 石墨熙 速崩驅動版 邀您共賞 來灑吧 健美吧 準備 進 注定 國安墨和大軍喜歡爬樹 請問研究表明 多爬樹可以帶來什麼優點 A 增加工作記憶 B 增加情感表達的能力 我的答案是 B B 鎖定 為什麼 因為我很喜歡去大自然 我每次去大自然都覺得 就是自己的感官又被打開 然後增加工作記憶好像沒 跟爬樹 對我來說沒有 去大自然跟爬樹 也沒有直接關係啊 我知道了 因為你跟樹有接觸 所以你們有一個交流 不管是哪一個能量的交流 所以你們都會有一個 情感上面的增加 但工作是人類在做的事情 你這樣想的喔 對啊 因為爬樹如果要上去的話 它要有進度 它有方法 它要從哪邊到哪邊 從哪邊到哪邊 嗯 我要先爬到哪邊 才能不知道到哪邊 然後我才能會到隔壁或什麼 我在想 之前我 之前是暴石 就是很像攀岩 那個才需要 但我不知道爬樹的邏輯 是不是暴石的邏輯 爬樹很累喔 多爬才會變攀樹式 對 可以考證照 可以考證照 而且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現在爬12米喔 哇啦 不容易喔 請介紹 因為爬樹這件事情啊 它其實需要手腦並用 要的不僅是體力 還有腦力 那你必須要維持一個平衡感 空間感 並且呢還要有警覺性 同時你要爬上去喔 其實那個路線呢 也是要經過整理的規劃的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增進 我們的大腦的記憶能力 打理線轉移 鄧薇準備 新人新氣象 接下來兩組都是換新的朋友 剛剛換位子嘛 再把第二句名言告訴大家 這裡是人生的寫照的原因 是因為同工不同酬 就是人生 可是人做對位子才會順風順水 看這個位子換對了沒有 鄧薇準備 請注定 老公的媽媽是婆婆 老婆的媽媽則稱之為岳母 請問岳母一詞的遊覽跟什麼有關 A 戰爭的發生 B 官場的升遷 我的答案是 A 戰爭的發生 我的猜測非常的去脈絡化 就是岳飛他媽媽 你猜到岳飛他媽啦 戰爭的發生 你是因為這樣 我都想說這怎麼來的 岳飛他媽喔 金鐘報告 岳飛他媽 我想不到官場有任何一個 我想不到官場有任何一個 就是聖謙或者是職位 有岳這個字 我一想到就是在沙場上 有人可能跟岳有關係 那我想到這個人是岳飛 他可能是個岳王 有沒有 來 接腳 大一點 那其實也是根據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由來 唐玄聰那個時候要進行風扇 也就是要敬拜天地 那選在泰山 那時候就請張叔作為風扇使 而張叔他就運用自己的職權 就是趁機提拔了自己的女婿 把他從九品升到五品 那當然就引起了岩冠的彈劾 那這個時候他們就說 他的這個女婿能夠升遷 是憑藉著他的這個老婆的爸爸 也就是他用這個泰山之力 而泰山又剛好是五月之首 所以就稱之為岳父 那既然是這個岳父的太太 就稱之為岳母了 大力先轉移 大軍準備 好 不要笑太早 好 請主題 品持發明的精神 能使社會更進步 請問防彈背心 最早是被誰所發明出來的 A 被搶的披薩店老闆 B 趴死的戰場逃兵 我的答案是 A 所以 披薩店老闆 能夠做出防彈背心嗎 快說 把那個烤盤拿起來 把烤盤拿起來當擋子彈 烤盤能擋子彈 可以啊 手機都可以擋子彈 那烤盤應該怎麼穿比較好 放在胸前 放胸前 對 合理 合理啊 合理 合理 來 切一切腳 好 好 防彈背心的發明 只能說科技始終都來自於人性 因為有位披薩店老闆 他多次出去外送的時候 都被搶劫 送披薩也被搶 所以讓他痛定思痛 受了重傷之後 他就很想要研發一款防彈背心 剛好在這實驗室他們就在發明輪胎的時候 研究出一種纖維 它的密度居然可以避免鋼鐵的五倍 所以他就乾脆用這樣的一個材質 做成防彈背心 甚至後來還把它推薦給底特律的警察 也就在民國六十年之前 那些人出生入死 是沒有防彈設備的 只有防彈盾牌 對吧 還有肉體 還有什麼 強壯的肉體 強壯的肉體 所以要健身 對 但是 沒事 算了 館長練那麼壯 還是會穿過去 沒有 可是他沒事 聊到哪了 土阿末準備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金先生 邏輯錯誤 一百元 邏輯錯誤 繼續 請注意下一題 大南黑心中都有一個龍豬魂 青龍豬故事當中的小豬烏龍 他曾經向神龍許了什麼願望 A 他要一條女孩子的內褲 B 一件女生的胸臟 我的答案是 A 鎖定 真的假的啦 七龍豬會有這樣的情節 好像有看過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吧 合理 我記得 合理 童書裡面會有這樣的情節 七龍豬能算童書嗎 算成人漫畫是吧 不到那麼成人 但是因為有暴力 然後有一點點小小的澀澀的 所以就 來 所以你有看到這個情節 就是A囉 沒有 我只是覺得這個選擇很合理 合理喔 合理喔 我也猜 你也猜A喔 請揭曉 到內褲幹什麼 吳龍這隻小豬真的很澀喔 因為他以前在幼稚園的時候 就曾經因為偷取女老師的內褲 被開除 結果沒有想到 他向神龍許願的時候 又要女生的內褲 結果他累積了這種負能量 甚至也間接導致了六星龍的誕生 吳阿牧 邏輯別錯了 最少兩千最多兩萬 兩萬 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四千元 YA 有就好 有就好 哇 哇 七千一 嚴重威脅到第一組的八千一啦 快囉 追到囉 我們要追到囉 我們要追到囉 47秒喔 有三題的可能喔 好 請移住下一題 台灣版豆料理清蒸魚上面 常常會使用 破步子來提味 請問這個 破步劑的命名由來是 A 使用不包著鹽子 B 葉片殘覺想破步 我的答案是B 鎖定 應該 你吃過吧 破步劑 吃過 植物會這樣命名 應該跟它視覺看到的東西有關 對吧 對 對 切音 切腳 化步子 掌聲 掌聲 謝謝 我覺得你做前面似乎是對的 感覺對了 你敢來了 我現在還在找 古阿末適合做哪裡 好像沒位子 我也在研究 為什麼它叫瀑布子呢 因為這種葉子 它很容易受到蟲害喔 所以它的葉子 就破破爛爛的 看得像破步一樣 不過這種植物 它多半長在台南 嘉義太保等附近 那它是非常耐平脊 耐乾旱的一種植物 那經過了這個醬油啊 冰糖啊 等各種方式 醃漬之後呢 就變成非常好吃的 這個佐料的美食 相當很適合呢 進入這個料理當中 一起來捧人 學弟 可以的 可以的 兩千到兩萬有加零 兩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你的上面只看得到三號嗎 我想說一直都按這個 總有一次會中吧 反正應該不是一百吧 兩千到兩萬 為什麼會有一百 不要一百 但也只有四千啊 首次超越 少成多 四千塊也好 二十六百代 估計最後一題了 大軍準備 請出席 動物的保育工作 是全球性的 請問近日澳洲發現 絕種二十年後 又出現的動物是 A 東部小袋鼠 B 暗色跳鼠 我的答案是B 暗色大 跳鼠 數定 為什麼不猜東部小袋鼠 我覺得暗色跳鼠應該比較 比較應該快要絕種 你覺得 因為它的名字已經暗色 慢慢退炒了 怎麼可能用這樣的邏輯去猜得 不要再跟它聯絡了 我也覺得是B 因為沒聽過 沒聽過 請揭曉 歡迎 好 其實在澳洲的野生動物圈 他們就發現了一種很奇妙的生物 長得它的體型大概是一般的這個 鼠類的兩倍大 然後比一般的家屬還要大 還有長長的耳朵 大大的眼睛跟比較長的尾巴 然後整個毛色看起來又黑又密的 而且它走路的方式是用跳的 結果一查之下來發現 其實它是早就已經 疑似滅絕的暗色跳鼠 而且它長得很像皮卡丘 真的喔 它那個時候是一個科學家 他用那個攝影 監視器攝影機 發現它的存在 然後外形看起來很像皮卡丘 引發軒然大波 然後科學家才發覺 哇 搞半天 原來你不是皮卡丘 你不是電氣老鼠 你是暗色跳鼠 真的 為什麼你不是出給物 對 是 所以你的靈感給我了 真的 那我幫你猜 我傳給你 我跟妳保證 可以 我們來電一下 兩千到兩萬 兩萬在 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我們今天總共答對五題 真的抓到你了 抓到你了 再加四千 哇 可以可以可以 三組獎金 目前累積程度 第一組 第三回合 一分鐘要不要換人 換 打底拳還在大軍第三組這邊 嗯 一分鐘拚個四題看看好不好 OK 好 大概十五秒一題 好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